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我已经见到的 报道报表 要不应该下车 连续报道 我又不想 我只是写下 一看 我已经去报道 这里是哪里 第一 会不会是犯了二人限聚令呢 因为我拍这片之前 看到有几个人 踩单车已经收到告票 好了大家要留意了 如果真的二人限聚令的话 大家 因为15号耶稣售难节 我看耶稣售难纪念 是公众假期来的 那几天都是 好了 无论如何都好 这个道路安全议会 讲下踩单车 有什么要遵守的呢 有些标志了 三车三轮车通过 禁止多两车汽车进入 跟着那个标志呢 要按指示之分界前行 这个标志重要了 如果要前行 看到这个标志要下车 用手推 骑单车或三分车 有些位置 限制骑单车中止 即是可以骑单车了 大家特别留意这个牌 它叫你停下 下车推呢 就记住下车推了 好了 应该注意事项 遵守交通条例 灯号 标志 要靠左行 除非超车或是右转 有单车径 一定要用单车径 要戴头盔 或者是保护战 单车径好像不用的 最好了 不过 那其他看看 不应该做 不可以再客 不可以再任何阻碍你视线 或者妨碍你完全控制 车辆的物件 不应该在行人路上 踩单车 第四很重要 不应该戴耳机 或者收听收音 或广播 这个真的没什么留意 原来踩单车 不可以戴耳机 或者收听音乐 或者广播 不可以利用其他车辆 拖自己的单车 向前行 不可以反复其他车辆前进 好了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玩得开心 再见